我認為政府應該要派的 我們現在的一些儲備有兩種用途 一個是使得更好的發展 能夠感受天花 另一個是說送壇 就要在有危機有困難的時候 去作出這方面的安排 它宣揚社會上的危機 所以到了今天 你看到自修例的六個月 接著疫症的 現在已經兩、三個月 在這樣下 香港確實在經濟上 受到很大的打擊和影響 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要使用我們自己的儲備 應該要時鐘通貪 應該要去舒緩民間這方面的困難 所以抗疫基金那裡已經三十億了 其實那個地方是可以作業的 有需要我覺得還可以加碼下去 你清清楚的時候 有目標有清楚 那部分受到影響 我覺得應該要做 立法會也應該要迅速地在這方面 如果政府是有清楚的方向 目標派發 你應該要再增加 也應該要批准 我覺得這一點上面 就算今次的財委會 大家都充分看到 當然到最後有些人搞出37A 37A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 如果作為我這個立法會議員 前任立法會議員很清楚 這個根本是拖兒時間的做法 是沒有意思 並且靈致到這三百億 根本是再延後 這個是不合適 也不應該的 當然香港的市民都不知道 你為什麼民建民都反對 建制派反對 這是錯誤的 我們不理會 但我覺得始終到最後 大家看到大比數的通告 這是一個方法 但另一個在財政預算案 是應該要 真的要逐出大比的 這方面的處理 但這個我覺得是應該用一次性 所以派錢之點上 我認為政府應該做 作為一個當家 他是需要想的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職責 當然有兩批名的手材奴 你買錢做什麼 其實共產家的人都很容易被人罵 手材奴 但是他有一個責任 要想得清楚 這樣派 是否合適 應不應該對香港的長遠 是否合適 是否派了下去沒有效果 反正或是清楚看到 這是市中送炭的東西 是令市民更加安心 以及在困境中走出來 他如果作出這方面的考慮 我覺得這個來的 就是他要作出派的 他的考慮就應該比較容易處理 當然要派多少 就要看回意義實 我覺得派一萬來的 是一個合適的數字 當然有些人說 如果派不到一萬呢 派到九千呢 那怎麼辦 那些數字 當然各自有不同 有些人 有些人更高一點 也有的 就不等於說 那個數字 去到那個數字 就是不聽意見 派本身是聽意見 問題派多少 就應該考慮信息 以現在香港 一萬億的儲備 這次那麼嚴重的困難 變成一個經濟上那麼大的 現在各行各員都喊救命 的情況之下 大不低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合成 如果這個想法是絕對錯誤的 我仍然覺得作為財政司司長 他要用語文為敵 當然有些人已經介紹 語文為敵 我覺得這是一種對他 我覺得是不負責的批評 正我所作為一個財政司長 這個最高的負責統管者 他應該有自己的角度 角色、位置去考慮 那麼多少是適合 他亦需要聽民間的意見 這點當然他要考慮到從正義上 你說派了九千和派了一萬 當然你要在數字上面 當然有一個不少的數字 當然是用益做單位 但是在現況來說 你要考慮我們本身的承受能力 如果行的我認為都應該要朝一萬的方向 我知道在武漢這部份 我們有一個駐武漢的辦事處 我們特區政府的同事 確實這些同事都堅守自己的崗位 絕對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一直都跟香港人的接觸 所以這個聯繫沒有怎樣限制 如果能夠聯合得上的都會在方面聯絡 當然對武漢這件事件 就不是現在才去處理 我所知的 一路 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 這個事務的公員 一直都關心到 因為這次疫情最重要是來自武漢 武漢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災區 所以在裏面都想想怎樣能夠接受 所以在過程中我所知的 就已經不斷承認一些香港人的選民的要求 或者送藥 他有什麼樣的要求都能夠做 你說對於怎樣能夠帶他回來的問題 其實在裏面是有很多問題 包括現在提到的包機 你都要在現階段才能夠有機會出現 之前有沒有想到 絕對有想到 絕對都覺得想做 但問題是什麼問題呢 整個武漢是小區包要封鎖 一個區去一個區 完全都要各個各方面的關卡 這些關卡來的 絕對不是說你可以一指通行 誰可以說我可以給你過就可以給你過 不是這樣 所以你說就算有個機放在機場 怎樣來 你說特區政府可不可以自己找一個車 能夠車人在各方面 能夠分散到二十幾到三十個地方 可不可以這樣做 車能走不走通 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必須要有當地的政府 包括湖北山政府 武漢市政府 能夠接受能夠容許 能夠讓你這樣做 你才可以去到包機 載回我們香港的市民 回來香港 這個大家都看到 所以有些說慢慢了一點 我相信大家都要公道地去看 事實上 不到你慢和快 事實上一直都有關心 我們香港有一些政黨 包括我們民進民 都在這方面一遲 始終都在關心 始終覺得怎樣去 所以我們也是透過一種渠道 希望能夠跟他們聯絡 我們也是透過這樣 能夠知識了之後 通知特區政府要他送約 或者透過中聯辦 在這方面的轉變 有什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 能夠改善 我想這一點絕對有空間 和有改善的地方 這是一定的 但是那個地方發生的事情 是當地政府的問題 你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關心 你都要在第二手資料 要在這方面的了解 要拿香港人在這裏 如果是有證明提及到的 哪些已經確診到有多少數目 這些都是二手資料 所以能不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去發放這些人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做到 我覺得如果能夠這麼細節 當然是會更加好 但是你說去到剛才提及到 會不會是隱瞞 我覺得沒有那麼需要 有那麼需要嗎 我當然不需要 相對上他們真是個學生 怎樣去希望能夠做到這些工作 能夠幫到我們在當地的香港市民 實際上現在有二千多個 在滯留在武漢或湖北地方 這班的香港市民來說 其實很多是什麼呢 有些已經是長期在這裏居住 當然有些國外比賽 剛才去探索的假期 這些各有各有不同的情況 可能大家的估計 因為實際上武漢說要封關或封城的情況 都是有事先都有警示 不過有些都認為 可能不會這麼久 也估計不到有一個這麼嚴重 所以在這麼大的疫情的轉變 或者急劇的發展 我認為真的可以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 而做出很多更合適的措施 一定都會有不足同宣所說 有不足的地方 還有一個都要注意的 特區政府現在駐武漢辦事處 也是屬於國家機關的一部份 所以它在武漢一實行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有這個規定 要按照內地機關 內地政府所去執行的東西 包括了不允許大家要上班 等等這些情況 我們都知道是出現的 所以他們在過程中 怎樣去關心到 現在分散在這麼多地方的香港市民 他們的急遲需求 或者情況的反應 這種來說 他們事實上都很辛苦 都幾有難度在方面處理 每一個人的決定都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不能夠將所有的責任推在其他人身上 但是每一個群體 或者每一個社會 或者每一個人 他都有自己的權利 甚至於剛才提到的 我們香港有些市民在內地生活 或者在這裡的旅遊 或者工作或者貪巡 出現了就留在這裡 他可能有機會去選擇離開 但是可能是未有作出合適的決定 但是到了這個階段 他認為自己有需要回到香港 我覺得這是一個權利 我不覺得有些市民的批評我 看他死了 對不起 我相信這些不是我們香港人 自己需要去表達的東西 我們都應該要用一種同情 大家都用一種關懷的心態 再加上他是香港永久居民 他就有這個權利 要回到香港 特區政府就要有責任 要去幫他 這是基本的人權 所以說一些這樣的說話 當然我還發覺到 還看到在這麼嚴重的疫情的時候 是有一些人士進行一些非常適合的行為 包括他破壞這些 要準備用來做檢疫 防疫的營地 這些應該要受到譴責 我們口中說要保護我們街坊周邊的市民 就是這個我們香港 我們大家來說就是一條心要去處理 如果沒有這樣的營地 是否放在自己隔壁屋 這個你可以接受呢 當接到隔壁屋 你又在這方面去批評政府 這些是一個不負責任 並且我覺得是一種魚腸足道律敗壞 的一種行為 是不能在香港社會接受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 政府你說要改用做 單方面可以決定到的 就很容易做 因為那個迪士尼始終都是有 要跟迪士尼方面商量 那裡亦有合約等等很多 要處理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說我要做就可以做 所以有些人說封關 封關就可以了 封關這麼簡單 現在這樣做 就算有這樣的限制之下 很多的物資 很多的交流 很多的東西 我們香港是需要養七百五十萬人 我們很多的 你說要將自己封閉上來 都食住如何如何解決 等等很多的問題 所以不是一個口號式 政治口號說的那樣 就叫做可以解決 我可以肯定說迪士尼的問題 政府一直在考慮之中 一直到舟船之中 但不是這麼容易解決 你說任何地方 我們都可以考慮 但問題是否去到 我們現在是沒有地方 要用軍營呢 等於我們自己有一個公共 為什麼我們還未入庫的工業 為什麼不可以做 始終都有一個次序問題 哪些叫做好 哪些叫做更合適 我都是這樣 我看法來說 因為現在在這方面的處理 政府也是除了現在的公屋之外 未入庫的公屋之外 也考慮了在原油的一些 我們用開的 可能營業等等 都做一些設施準備 更加來預防 所以有很多問題 有些人認為一早都做了這些 就可以了 是不是真的這樣可以 如果一早都做了一些 是不是就可以 變成了這樣叫做合適的做法 從資源和社會的承受能力等等 我們都需要考慮 正如今天有些人 當然有些人不斷用一種 絲牙膏式的做這些 我就不同意不同意這個觀點 我認為始終都是 因個情況發展 程度去到哪裏 採取合適的步驟 這個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這些 即是你說用雙重標準 我就從兩個方面的看法 對於香港 想怎樣能夠阻止 一些這樣的疫症的傳入 採取什麼方法 還要看當時的情況發展 才是要決定的 記得當時 一開始的時候 都已經採取一些提高 提高一些 過境過程之中的一些檢驗 檢查 提高 接著來對湖北武漢有一個特別的做法 到最後 刪除了幾個口浪 刪除了高鐵等 還有直通車等 再跟著山關 這些做法來説都是一步一步進行 但是呢 直到今天來説 現在的拒絕 現在拒絕的內地人進來 都不是拒絕的 如果有合理的原因 身體狀況好 都被他們進來 不過進來一定都要做隔離 俗法就是這樣 這個情況下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來到韓國這個情況 因為韓國是一個非常快速的 這是旅遊上我們已經將警示 再加上來説 這種情況下 那些離來説 沒有一個這麼合適的理由 現在還要離 在公益下面 作出這方面安排 不起來了 我覺得這個是 因應發展情況下 就不是在於 因為其他的歧視等等 不作出這方面的安排 所以每一個的進展 因為你是韓國人來的 來香港 我覺得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是必定的權力的存在 但是你在內地 本身也是中國公民 這個就是另一回事 這個就是國家內部的問題 和一個國外的問題 這個仍然不是屬於歧視的問題存在 而我們自己在入境管制上 怎麼會使到 有一個疫情這麼嚴重爆發的地方 這樣的離人 我們有一個限制 等於當時初時的武漢 都用這個方式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 有特別的出現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